大家好,又是我們GameplayHK 今次我Elly又找到Eric一起玩這隻九州爭霸 述土之賓,Hello Eric Hello大家好 上集我們就給大家看整個民一齊攻陷一個州府激烈的狀況 很多網友都說很棒 今集我們主要就是講解整隻遊戲重要的心得給大家聽 其實我有一個秘密想說,上次拍片沒有說 就是Eric說他們的民有不少女生玩的 有些是台灣 有些網友都留言給我們 不知道他是不是女生 就說可不可以解釋多一點策略 今次我們希望說多一點戰法和卡牌組合 事不宜遲,馬上進入遊戲和大家解釋一下 先解釋一下 第一條隊 劉比、孫堅、曹操 這三張卡一開始新手都會送的 只要大家做齊任務都會得到 排名很簡單 如果同兵種版本是同一條隊又會有加成 同陣型也會有加成 你看到孫堅和曹操是同兵種的 他們兩個都是騎兵 所以他們有騎兵加成 他們三個都是屬於漢的陣型 都有漢的加成 還有另一個特殊的東西就是 他們有個稱號 稱號怎樣看呢 我們可以在這裏 之後就多多一張卡 反轉他 最重要看一看這些 這些都要背 你會看到武將組合 譬如 潛龍在淵 成員武將 好像Eric剛才的隊伍一樣 曹操、孫堅和劉比 放在一起 就有潛龍在淵這個稱號 之後就好像這裏 就看到了 攻擊提高11點 這條隊伍再有些好處 就好像劉比達 看看 他有招義勇軍這個技能 可以補血 所以這張卡 真的很好用 還有擺陣 有另一個巧妙的地方 開頭很多人不知道 這個你見馬 這裡有個2字 這裡有馬 有個2字 劉比這個步兵的符號 有個3字 就是各攻擊距離的意思 2距離是打不到別人的先鋒 所以你後面一定要擺3 中間一定要擺2 前面要擺1 這樣才可以打到前鋒 這些基本東西 希望大家要注意 對 那譬如 如果你有些特殊情況 你看我下面那個第五隊 為什麼剛才說 攻擊距離3才擺大型 為什麼這個擺2呢 其實可以去看一下這隊 因為我們有分策略值 和普通攻擊的 即是 物理值 可以當 和謀略值的職業 那這隻張卡 其實加謀略的 其實他可以擺第三格 用來做 保師 那 他可以放棄了他的攻擊 因為前面那些 剛好 隔不到 前面這個是2距離 那其實這個攻擊距離4 為什麼會放在前面呢 因為他這招技能呢 有招反擊傷害 那反擊傷害 這個 因為 大佬人家打你 因為人家那些兵 主要是打先鋒先的 那就是說 他們打你的時候 你這個技能 如果發動到 又可以把 他們打你的攻擊 又會反過來 所以這個技能 真的好 好用 所以一定要放在前面 現在很多玩家 即是熟手 都是這樣放的 應該是吧 看回 張國這張卡 他雖然攻擊距離2 但你見他的招技 其實這個遊戲 數一數二強 這招技 如果升到後期 他一招一觸發 就3個敵人 都一下打成1000傷害 其實你見他的技能傷害 是5距離 其實他用技能的傷害 都已經足夠 看看動畫的節目 大家就明白了 那這裡就是張國那隊 你留意到 其實張國在主型 我們等著 被動技能發動 就可以了 來開始 你看到他不動 因為他不夠距離打 他站在這裡用技能救援 前面打到如火如荼 說了一次 黃鴨當天要儲一彎 看看他什麼時候出 還沒出到 我想他差不多了 張國 行了 黃鴨當天 現在 這個就是準備一彎 所以他這一彎就在 儲 發動 發動到了 你看到一打一打到 其實3隊都中了 有一隊還要死 所以Eric就說這一招 是數一數二強的 大家就知道怎麼練 對吧 好啦 我們再講到攻城隊 再解釋一下 Eric 那步兵來說 其實一開始送這隻 袁紹是 數一數二高的攻城數值 你看到他攻城的成長 有1.96 那麼多 那後期來說 他是 很實用的 這隻攻城數值 你看到我現在 三隻都是20級 都已經有158的 攻城數值 其實都很耐玩 另外還有少少提示 跟大家講 每張卡都會有技能點 當你升Level 或者升星的話 都可以增加技能點 我們強烈建議大家 把這些步兵按在速度上 為什麼要按在速度上 我們方便我們爭取時間的話 就要按在速度上 不過另外有個注意地方就是 同隊員怎樣計算速度 就是計你那個武將最低速度那個 所以千萬不要給其中一隻拖累 每隻都要升速度 記住 所以剛才你看到我原術 為什麼八十幾 出來的移速只有39 後面加20那個是個城池加成 那看哪隻39 那麼壞 就是這隻 這隻還未加的 就是這個人 加回 加20點 去到59 記住大家注意這一點 知道嗎 講完牌陣 我們就講解一下 戰法我們可以怎樣學 譬如我們有時候抽卡 抽到一些不要的 不是很想要 像少帝這些 普普通通的卡 我們看一下它有什麼 可以幫到我們 按這個可拆解戰法 之後呢 會見到 其實戰法有兩招 可以給你拆解的 一招叫做 緩軍之冊 一招叫奇澤門 你自己可以 根據你需要去拆解它 那我們這次 拆解這個緩軍之冊 先前往拆解 左下角就會見到 有九萬多的戰法點數 你拆解這張卡 就需要五十 那我們先用它 好了 那我們拆掉它 這個緩軍之冊 這個緩軍之冊 還未學到 因為現在只不過是學到十個百分比 如果我們有些卡 都想不要 就全部拆掉 這樣吧 好了 我們拆了四張卡 因為這卡比較厲害 我們一夜就可以學到這一招 緩軍之冊 現在就叫做真正學到這招技能 那我們去研究它 換軍之冊 OK 這個就是基本的 所以大家就 最緊要儲多些銅錢 抽多些卡 那戰法那裏 看回我們的圖案先 你見上面 綠色那些其實是指揮技能 指揮技能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一開始進去打的時候 指揮技能是優先觸發的 那你見黃色這些其實是主動技能 主動技能就是你要有個機率% 我們要觸發到那個技能才會發動這招技能 那下面藍色 藍色就是我們被動技能 被動技能都是優先觸發的 那紫色就是我們的追擊技能 追擊技能呢 其實是我們普通攻擊員 他有些技能就會根據他的觸發機率就會發動 那就不同主動技能 聽說雲梯是必學的 為什麼呢 那雲梯呢 其實是我們攻城技能 由於他受謀略影響 我們就要放給一些謀略加成高的職業 學了之後 我們本場使用的話 全體步兵的攻城數值就會加10點 隨著你提升上去就會越加越多 如果你攻城隊裏面三隻步兵 有謀略高那隻就一定要放這招技能 另外有一個真的很好用的戰法 就是戰必斷金 怎樣拆呢 就是把五星張合拆出來的 其實張卡沒什麼用的 說真的那句 但這個戰法就是可貴有用 這招戰法戰必斷金 是我們中後期 無論對人也好 對NPC也好 他戰鬥開始前三回合 就可以有升盡 就有90%的機率 可以令到別人無法普通攻擊 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我們玩這遊戲 前三回合 我們越早打倒別人的兵越多 無論他的技能多厲害 他的兵的數量越少 他觸發的技能的傷害都會降低 那那些戰法來說 我們怎樣搭配呢 其實 你看我這隊這樣 角加三距離放在後面 張春華三距離 張加 趙雲二距離放在前面 趙雲有招技能叫回馬 那這招回馬的功效就是 升進了之後呢 被人普通攻擊 就會反擊他60%的傷害 那其實 譬如他打我200兵 如果我的攻擊力 數值越高的話呢 我分分鐘可能反他三四百兵 三招都是被動技能 就不怕被人封技啦 那你見這招青昂 避耀 就是 每回合固定觸發的 你見這裏不用發動的 那就回85%的恢復率 其實都很高的啦 挺帥的這個 就是你放在前鋒 又擋了人家的攻擊 又可以回血 又可以反擊 好厲害 一定要學啊 所以這隻趙雲 都是四星來講 都算二抽 還有都很建議用的 這個角色 他其實第一招就是減傷 人家打你也有50%的機會 可以減60% 搞什麼啊 還要減傷 你減完傷 又要勾回人家 然後人家打傷你 你又回復 真的 正所謂 好噁機啊 張春華我就學了 剛剛講的那招 戰必斷金 另外學了一招迷陣 迷陣這個名字很棒 我想中一下 哈哈哈哈 只是聽過迷陣 你都知道 他是一些控制技能的技能 他其實計算你的策略攻擊 35%觸發 觸發之後 你一打中 他就會進行無差別攻擊 無差別攻擊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對方 有50%的機率 會打回他自己的 無論補血也好 他可能補血會補到我那邊 未必補到他自己的 即是他真的穿了魔 你看張春華這麼漂亮 他當然是迷陷陷陷陷陷 亂打亂補 這招可以的 這招 這招都是很建議學 還有四星卡來說 都很容易拆到的 後面我的國家 就放了招 安撫軍心 這招其實是補技來的 順手會移除我的 有害魔法效果那些 另外就學了招 聲東擊西 這招技其實是 發 又是謀略傷害 都很厲害的 那我可以看一看 讓大家看看 一開波 回馬 立刻在用 哇 青狼臂要有用 你見其實 被動的技能 他是馬上觸發的 他不用主動技能 要機率才觸發 戰必斷金 哇 來了 戰必斷金 因為剛才提過 他是指揮技能 都是要馬上觸發 對面有條天不動 因為他不夠距離 九成九都是以距離 嘩 減傷 叫做招魂 厲害 又來減傷 真可憐 勝東擊西 兵力回復 又補血了 我想看他的招迷陣 又想看又想中 喂 有 招魂 打自己有 哈哈 是不是喝了迷湯 去到這一刻 其實看上方大家的血量 我們佔優很多 兵的數目差 他沒有 不是算很大 但是他們的血量 倒水地倒 因為我們的戰法真的很強 他們又快要死 他們又快要死 又用迷陣 又點到人家很適合 最好是補血在我們 或者打自己主將 智雲又屈肌 血都補不完 不用補 加了零 敵人也不弱 不斷有技能 因為他的兵力太少 打我都不痛 蚊咬 現在我們少打他一組 他現在 後面那組 主型那組 都可以打到我們 差不多了 搞定了 今次這個戰報 有少少不同的地方 因為我們直接打 打贏了主型那組 這樣就完 立即完 我們就贏了 好 我們解釋一下 第二個 武將一至四星 用三百個銅錢 抽這組卡組 因為 其實大家玩一下 好像Eric 一樣 已經整套卡牌都抽到足了 既然他抽到足了 就可以講得多些 他的組合心得 哪張卡強 哪張卡 其實我們銅錢抽 有很多張四星卡 你看到 上面那行有六隻 下面那行有四隻 總共十隻 下面我們 曹操 孫堅 和劉比 就已經有個稱號 上面 華紅 和點位 他們都是可以 拿來做工程隊 因為你按一按 內體 你見 點位這裡 1.27的工程數值 其實很高 逢是高於1.0 那些都是工程的材料 你見華紅 有1.36的都是 張飛 也不錯 有1.2的 那王蓋 其實就 不是很建議 雖然他有1.2 但是他那招腐肉計 真的拿來搞的 他是會扣自己的兵 然後出招技 所以你越打越少兵 那你抽到這張卡 就不用了 拿來給其他卡 覺醒 或者用來學技能 那航檔也是 因為他的攻擊數值都是低 我們平時都是拿來覺醒 或者學技能 那這個 朱葵 這個就是經典 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他這個 一開始 戰法開始後 前兩回合 我軍 就優先行動 如果我們開頭 小兵的情況下 我們一開始剛剛玩 沒有兵的 那我們其實可以 搭多一兩隻 不精兵 那就撞到這些高級地 因為我們優先行動 我們打得越多兵 就拿得越多經驗值 那這個拿來大升級用 這張卡其實是拿來 那這張卡要講多一點 因為呢 如果你是 剛剛開帳戶 又抽到這張卡 你就可以在這個黃金48小時 正所謂 可以用來狂拆經驗值 因為為什麼呢 行動力你減半 就是你可以出得密一點 還有如果死了的話 那張卡死了的話 平時你要十分鐘才可以回復土 現在一分鐘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這張卡 如果有誰抽到呢 就很有機會跑出的 那個人 喂 接下來不如我們介紹 玉符抽的名將 三至五星的 有什麼好東西呢 Eric 其實我們玉符抽 我們有什麼 將領特別好呢 其實張飛呢 他特別正的地方就是 拆個招技正 不是他的角色正 那麼他這招 一騎擋千 就很適合 效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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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他100%機率觸發 加70%攻擊力 那麼用完這招一騎擋千 就直接打人家三個目標 就是很耐用的 這張卡 如果抽到的話呢 又是很棒的 他招技呢 就是被人打 有50%機率 可以馬上補血 尤其是站先鋒那隻 就經常被人打 那麼這個技能 就可以經常被人打 然後再補血 哇 這個 又是屈肌的啊 那麼卡牌來說呢 如果算先鋒來說呢 關羽魏這張五星卡呢 真是數一數以敬 他這招千里單騎呢 就打完傷害呢 就會直接恢復兵力 那我 由於我沒有了 那我又見過我那些盟友呢 他打一下900多 立即回回900多的血 所以這個角色是很屈肌的 哇 原來這個更屈肌 神經病 還比劉璧厲害很多 打完人更回復自己 抽到就正了 那裏布不用說了 這三角旅報就最變態了 那他這招 金吾飛將 那他這招技能呢 對敵軍發動一次猛烈攻擊之後呢 就會令到他 立即進入混亂狀態 所以他這個角色呢 又打得又可以控場 所以這招主將 真是超變態的 好啦 以上的卡牌心得呢 希望大家記住啦 最後看看 Eric 玩開的 第七傷 另外就是第八傷 第九傷 在8月10日就開始新賽季了 到時所有有經驗玩家也好 新玩家也好 都會有再來激烈的龍珍苦鬥 希望到時見到你們 還有記住 運用剛剛我們講解給你們的資料 真的很有用 好啦 這集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見 Thank You Bye Bye